字幕作者 李宗盛 李宗盛 GROS 黑悟空 2D版本 代理版 我內序號 黑悟空桃紅2D版本 先來看他的臉部有頭雕 做工基本上跟正常版 幾乎就是一模一樣的感覺 但這臉上就多了一個2D感 看不習慣的人會覺得 為什麼一半的臉是黑的 一半的臉是白的 而且會有非常明顯色塊的部分 那當然這就是角度限定的問題 桃紅頭髮這邊的2D耳感 真的相當相當的強烈 而且非常的好看 這頭髮真的是非常的正點 他前面的2D跟後面旁邊的全部都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他所著重的是在前半部部分 跟兩側部分 後面這邊的2D感就沒有其他地方來的 那麼強烈 當然這個姿勢也是黑悟空非常非常著名的姿勢 那上半身的2D的感覺一直延續到 下半身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做一個深淺深淺搭配的2D版 連腰風也是採用一種 雙色的2D塗裝 連續到後面跟前面是不一樣的 袖口這邊的2D畫是呈現一種比較反白的樣子 然後跟另外一隻手這邊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看起來兩邊其實不近相同 那褲子這邊的2D畫 那褲子這邊的2D畫 當然 就是白色的這一塊部分 然後側邊跟後面 後面的感覺 左右兩邊的2D塗裝是做不一樣的 不對稱的 整體這樣看下來其實是還不錯看 再來看一次全部的細節 整體高度約在32公分 整體平價6顆星 這隻桃紅黑悟空的2D版 其實還是輸給王子達爾的2D版 但是這一隻最大最大的亮點在於 他這一個桃紅的2D畫頭髮 非常非常的有質感 2D畫得非常的徹底 真的 從畫面上這樣看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因為 剛好桃紅黑悟空整身是呈現一個黑色的服裝 所以David個人覺得他的2D畫 就會做的比王子達爾這一種 深藍深那種亮色系的2D畫做的 可能再不那麼的明顯一些 所以David給了6顆星的評價 但整體的氣勢真的還是一樣非常非常的帥氣 如果喜歡桃紅黑悟空的這一隻 真的不妨也可以考慮一下 頭髮真的非常非常的亮眼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ion Peace Bye Bye Lion Peace Lion Peace Lion Peace